唉唷耶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很久沒拍了 感覺有點手足無措 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開刀之後的狀況 畢竟從去醫院 8月4號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個月了 距離這個一個月的療養期 我覺得好像已經 是不是年輕人恢復比較好 感覺快好了 所以我真的是嫌不下來 乾脆來蹭一下自己的熱度 反正很多媒體都在蹭我熱度了嘛 我來蹭一下自己的 好 首先開刀結束之後 真的非常感謝各方善信大德 真的不誇張耶 像那種國小同學了啦 幾十年沒見的 等一下跟戰機飛過去一下 台南日常 OK 他那種以前打工的同事啦 那種七八年前的 還有打工的老闆也來啦 就是你想的到基本上都來關切了 我就覺得非常的 受寵若驚 那開刀也半個月了嘛 很多人都好奇說現在這個傷口到底怎麼樣 其實外面的傷口我真的是不太在意 就是他真的很小 就像這個圖片所看到這樣 我就不先我這邊的給你們看了啦 我要站起來太麻煩了 所以外面的傷口我倒是不在意 最主要是內部的狀態喔 因為呢 畢竟有一塊人造物喔 十乘以十五的網子 在我的身體裡面 所以呢我身體正在跟這個人造物呢 進行一個融合 他們正在互相學習著彼此接受對方 比較好理解的方法就是說呢 我們的組織啊 人體的組織 正在跟這個網子做一個沾黏結合 攀附什麼的 讓他們合在一起 所以呢要讓他合在一起的這段時間呢 我就不能太大力去扯他 比方說呢 我就不能哈啾哈得很大力 像我今天就是哈啾了一次 小小力真的忍不住 哇停不下來 啾啾那一下 我感覺我的腸子什麼東西都突然痛了一下 各位 這個哈啾真的要注意喔 那就或者說呢 比方說大局部的動到這個傷部位置 像是蹲下 這護士特別叫在蹲下 其實我發現 稍微蹲的時候就 好像撞到這樣喔 然後呢 不能搬重物 不能搬超過十公斤的 十公斤只是一個大概 基本上就是不要讓他的腹槍 一直維持在一個高壓的環境 因為他畢竟你只是擋著而已嘛 網子擋著 你這樣子一直給他頂他頂他頂他 等一下又連網子頂出去怎麼辦 他再開一次喔 我就沒來啦 我寧願這個越乖一點 總之就是這樣吧 齁 其實傷口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齁 那這一個月只要乖乖的就行了 好來接下來講一些比較嚴肅的東西 齁 這個媒體 我真的是氣在於賣掉啦 就是我大概前一陣子吧 有觀眾跟我說 欸你想要上新聞 而且上了蠻多個新聞的 更扯的是我上了LINE 大家都有LINE吧 LINE的新聞裡面的焦點頭條 你們知道焦點頭條的意思就是說 他希望所有的LINE的用戶呢 都來看這一則新聞 然後居然就是我這個開刀的新聞 What 我開刀從來沒有叫任何的媒體來報導過 齁 我感覺這是沒什麼事 我只是想要跟我觀眾有個交代 我到底消失這麼久是去哪 因為這個小事情 又不是總統遇刺啦 也不是什麼名人自殺對不對 沒有影響到什麼國安危機對不對 把這個事情放到焦點頭條 我真的覺得太誇張齁 如果我是一般人 我看到我可能就會罵 等一下飛機 我可能就會開罵 但是我罵 我也是罵這個氏族嘛 他也是無辜的啊 我是無辜的好不好 我沒有叫他發 我一定是罵這個媒體 你們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爆了嗎 唉 現代人啦 現代人已經被這些媒體搞到 非常的不耐煩 普遍也沒有什麼媒體氏族的觀念 我們先看到標題 好啦我們已經想到了 裡面大概會寫什麼了 大家是不是都這樣子 我就連點都不點齁 我就直接開罵 Enter出去然後就滑掉了 但是 真的是這樣子嗎 有時候下標跟文章那種天查地 在這個博眼球的時代齁 所有的媒體越來越視線 他會先下一個猛標 內容只要到無所謂了 你們只要點進去他就贏了 我超討厭這樣子齁 雖然我是一個媒體的產出者 我大概也知道說怎麼樣操作 可以讓這個流量更大化 但盡可能我就保持著一個 不要差太多 講求一個真實 現在媒體是你 他下了標你還不能相信欸 然後上新聞 真的不是什麼很光榮齁 或是說很厲害的事情 上新聞反而對我來講真的是太簡單了 我到目前為止大概有幾百折吧 有沒有到1000 我想一下啊 或許有喔 長年累積下來的 1000多者要求我授權的 影片內容 通通拒絕 各位聽好了通通拒絕 也就是說如果我認真要上新聞的話 我大概已經上了1000多次了 那為什麼 這個對大家來說好像一個很好的機會 為什麼要拒絕呢 不是YouTuber應該曝光越多越好嗎 其實我這個人就很不喜歡這樣子齁 因為現在網路生態齁 使用網路的白白種人 那種看新聞沒經過腦袋的啦 那種態度很偏激的啦 偏激人士你們現在隨便點個文章齁 下去看應該都會有 然後呢有些匿名的 你像LINE的下面基本上都是匿名 匿名的公文不用付錢 然後就欣差撤槌 反正你不幹他的事 人家也抓不到他 整個亂象真的太亂了 所以近期我唯一有授權的就是一篇 華視新聞的報導 很像整個列車開在海上的樣子 美道不斷讚嘆 彷彿電影神影少女的海上列車重現 YouTuber林英雄親自搭乘 體驗台東多樑車站的無敵美景 那一次我就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你不要拿我的影片去做別的事情 不要拿這個畫面去講別的事情 我是YouTuber不是網紅 不要把網紅這個詞拿來套上在任何在網路上有聲量的人 這我很久以前都講過了齁 你在那邊吃大便紅的也是網紅 你在那邊拿錢去灑在那個流氧漢身上齁 這也是網紅 要當網紅這樣負面的太容易了 我這樣隨便做的話應該很紅 但是我怎麼沒有這麼做 我反而選擇一條很艱辛的路在走 好不好 我怎麼要逼自己這邊做這個永遠普及 吃力不討好 其實我要是整天在罵髒話啊 然後做一些有的沒的齁 那很開心這樣子 乾脆我也來做就好了嘛對不對 我也來罵髒話 欸罵髒話很爽欸對不對 我可以開著車在路上隨便朝路的罵髒話對不對 我拿勒斯去亂丟別人 拿BB槍亂掃射 哇這每一支影片點閱率可能都很好 反正找人來演嘛 我們不要真的就好了嘛對不對 啊演一演那收視率很好 何樂不為對不對 我幹嘛挑一個永遠普及 然後把我跟那些網紅全部都到這會齁 統稱網紅 所以我其實很討厭網紅這兩字齁 華視就做得不錯 他真的上youtuber 沒有把我的影片亂用 喔說到這個我就要來翻一下舊帳了好不好 我今天要講的事情很多喔 反正恢復期嘛我也沒事幹 這件事情呢就要提到之前 我提到一個網美 然後網美 其實我認真思考喔 我該告的或許不是這一個喔 我該告的應該是三立新聞 好不好我就直接點名了 那個時候三立新聞把我的火車車廂的某一段影片 然後呢做在他們的新聞報導上 那一則新聞報導是什麼報導 是火車車廂被破壞的報導 齁啊你在講一個火車車廂被破壞的報導 然後擷取我的拍攝的片段 我當下只感覺到說 這到底是干我屁事啊 我還要出來澄清說 欸那真的不干我的事耶 我影片從頭到尾都沒有叫大家去破壞 導致於後面一連串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其實告完他之後 我後來發現我應該連三立新聞一起告一告的 擷取影片的片段 因為他們有時候需要畫面嘛 他們也不會親自跑到事發地去拍 現在記者已經是有夠爛 他想要這段影片怎麼辦 網路上去找一下 欸有類似的耶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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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到這個會 一個片報導就完成 什麼鬼啊 你們這樣間接的其實害到非常多人 像有時候新聞不是會說 事發比如說這間餐廳有蟑螂好了 他們就去訪問別間餐廳 再拍一下那個老闆的解說 人家就會說原來是這個老闆喔 其實不是耶 是他們隨便找一個老闆來解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有的卡公的喔 尤其現在媒體氏族大家都很爛嘛 他們也不會去追究說 那個老闆是不是那個老闆 所以咧 他們就拿到流量 做成新聞影片 錢賺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 留一個爛攤給我 真的是吃力不討好 常常都說探索台灣美景嘛 介紹給大家知道 這個工作原本是誰在做的 觀光局嘛 各縣市的觀光局對不對 那些年的事情 那些旅遊節目嘛 對不對 難道有人說 那個旅遊節目拍完之後 我們就去把那個地方破壞一下好了 好不好 怪到那個節目身上 有這種事情嗎 他這種事情還發生在我身上耶 所以那段時間 我真的是有夠堵爛的啦 超會爛的 剛好又發生了一個 在網路上原罵 你不用負責任的喔 我就把它抓出來 告了他一下喔 這個非常精彩的系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結果現在開刀呢 我感覺當初的那個事情 那種奇摩子又來了喔 那個奇摩子又來了 就是我明明就沒授權 你們這些人 為什麼可以拿去用 變成焦點頭條 這幾間 有幾間 大概有三四間喔 沒經過允許就拿去做成新聞 這樣子的亂象 觀眾一定會說 啊英雄趕快告他啊 有錢拿囉 爽賺 事實是這樣子嘛 來我問律師 原則上 著作全法第49條 廣播攝影錄影新聞報紙啦 網路或其他地方實施報導者 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呢 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者之著作 簡單來說 他想要報導某個事件 在合理程度上 使用 是ok的喔 什麼叫合理程度 那這邊有這個 智慧財產法院 107年度 名著數字第68號 大家看看 這個超深奧的 你們自己看 基本上法規就是具體審查 非常嚴格的去審查 所以你要告新聞媒體 你覺得告得贏嗎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你有可能 花了心 花了人 花了錢 最後呢 變成一場空之外 媒體又把這個事情 再來炒作一遍 再賺一波 所以你不太可能贏媒體 就是這樣子 那既然 訴諸法律行動不太能制止 那我就來用 反正我也是有100多萬嘛對不對 我是自媒體嘛 我也可以來罵一下吧 就這幾間啦 就這幾間啦 好不好 沒有拿過授權 就直接發了 沒經過我的同意 好不好 這幾間啊 其實以前小時候 我對記者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在我小時候 曾經看過一些紀錄片 他們是 長期追蹤一些不法 比如說賣毒的啦 我曾經看過那種臥底的啦 冒著生命危險的 戰戰兢兢 就是為了挖掘真相 你要知道 他發了這篇報導之後 他人生會遭受多大的威脅 因為我說戰地記者 隨時都可能會死掉的那種 我那時候是有這種覺得說 記者其實是一個很酷的職業 把真相給挖出來 給大家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子 現在不是囉 現在真的不是了 現在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他想要報導一篇新聞 我缺畫面怎麼辦 你要不要給啊 不給喔 不給我可以直接拿欸 我拿來 我問你只是尊重你啦 我直接拿也是OK的 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湊湊湊湊湊湊成一篇圖文影音 就直接上去了 流量轉一轉怕被屁股走掉 我們的業績達標了一夜 爽轉 現在已經變成是這樣子了 媒體身為第四權 他身為一個第四權 一個監督的角色 現在整天就像一個色老頭 又或者說那種三姑六婆這麼在聊八卦 整天 現在新聞是 如果你他們不掛的新聞我倒無所謂 我就覺得OK 比方說你的社團就叫做我們來聊八卦 無所謂啦 又或是說某個社團就是說 網紅聚集地 YouTube的吹水戰什麼之類的 我都無所謂 你們掛的是什麼 你們掛的是XX新聞欸 真的沒有辦法可以管嗎 你們真的每天都想要看這種東西 出鏡在你的FB版業上嗎 而且越來越誇張了 這次選舉啊 如果有政治人物願意把這個東西 做一個改善 我就投誰啦 或者哪一天我真的想不開 我來親自出來選啊 我的政見就是一點 我把那些網路上那些白痴媒體 全部把它封殺掉 你們就會發現說 現在網路生態一直朝著一個很不好的方向前進 拜託一下好不好 誰去整治一下 整頓一下好不好 如果沒用我根據自己出來選好了啦 好不好我來選啦 現在這個 台南永康區的議員要幾票才能上 8418票就已經當議員了嘛 對不對 好不好投我啦 好不好把那個讚按起來 按給他幾倍 因為畢竟我的觀眾全台灣全世界都有嘛 要局限在這個永康區的 好不好我們就給他多個幾倍啦 真不要逼我欸 MING PAO TORONTO C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